墨家学说是生长在中国农业文明高歌猛进的时代 却代表着手工商业者的声音 那么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 他的学说将会呈现怎样的走向 这背后又蕴藏着什么样的社会本质 接下来请听先生详细评述 墨家学说因此展开来非常复杂 第一叫天智就是说明上帝 在天智的统领之下提出奸爱也就是博爱 非公反对战争 明鬼把鬼神挑明 非命不承认天命论 结葬不主张后葬孝道 非越不主张农业意识形态 上贤主张选贤能者做哲学王 上同大家跟这个贤能者哲学王保持一致 以求天下打工 自由平等不爱 这就是墨家学说的体系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种工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一旦在东亚 在中国这个农业文明体系的强大压抑之下 它会发生奇怪的变形和冲突 这就是我们看到墨家学说内在矛盾颇显离乱的原因 所以墨家学说跟古希腊的学说有一个很大的特征的不同 就是它的学说和它的操作内部是矛盾的 是混乱的 可以表达为四点 第一 它既主张工商业自由 它同时又主张上同专制 它的上同学说最初是保持跟天智上同 跟上帝上同 但它同时暗含着 跟明君跟哲学王保持统一 从而表达出一种专制独裁倾向 大家知道 这个东西在古希腊是决然相反的 古希腊是一个离乱的民主制 它离乱到这样的程度 任何一个执政官 甚至一个将军 如果他威望过高 人民立即瓦片投票法 把他驱逐 怕他专制 以至于正在打仗 将军仗打得太好了 于是得赶紧把将军流放 免得他将来势力大的独裁 以至于搞得雅典的战争总是失败 中国反过来 墨家到了中国 他反而主张独裁 主张专制 这个东西被后来的法家所利用 以至于中国人后来说法家 把它叫墨法智学 说法家跟墨家是一路 以至于早期在中国远古时代 墨家跟法家是一家 古人理解不了墨家工商业文明诉求 这一面 所理解的都是法家那一套 而且韩非子借重墨子的学说 加固了他的极权利论体系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东西方截然分判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人类社会历史上 但凡是极约化的明确的 代表下层民众说话的声音 都主张独裁和集权 请注意我这句话 你比如古希腊的那一批人 柏拉图之类 他的老师苏格拉底 他们关心社会政治问题 但他们代表工商业者说话的时候 在古希腊工商业者不是下层 而是中上层 因此他们没有代表下层说话的那种压抑感 但是墨家在中国 当他代表工商业者说话的时候 工商业者在中国是墨流 是下层 市农工商处在最底层 而人类的思想体系 文化学者 他一旦代表下层说话 他一律主张独裁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大家想 下层民众总是占人类的大多数 90%到95%以上 这一定是这样 按理说代表下层民众说话的人 当然应该主张民主 因为民主是一人投一票 下层民主人数多 所以按道理 凡是代表下层民众说话者 应该主张民主 可奇怪的是 人类历史上 但凡代表下层民众说话 都主张集权 我给大家举例子 莫子 主张集权 马克思 马克思是为无产阶级说话的 大家知道工人总是比资本家多得多 可马克思主张的是什么 无产阶级专政 他绝没有主张无产阶级民主 反倒是资产阶级高举着民主的大气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中国国内近些年来有两个网站 一个叫乌有之乡 代表左派 一个叫炎黄春秋 偏重于代表右派 主张自由化 乌有之乡这一派代表左派 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侵犯了工人农民 下层民众的利益 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改革开放 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复辟 造成两极分化 他们代表工人农民说话 大家要知道毛泽东时代 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地位是很高的 今天的工人农民阶级的地位是很低的 但是乌有之乡 当他们代表这些人说话的时候 他们主张是什么 他们暗含的主张是推崇毛泽东 回到那个时代 炎黄春秋 他代表现在贡商业者的自由穷向 主张自由化的发展 甚至主张政治民主 那么奇怪的是 从莫子到马克思到乌有之乡 为什么一旦代表下层民众说话 他本来应该主张多数人民主 他反而自古以来都主张专制 请大家想想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为什么 是因为人类文明从来解决不了一个重大难题 就是人类的大多数 从来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因此对于下层民众来说 他们只能指望民主 只能指望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来当君王 可他们忘记了 这个人一旦成为君王 他就有他自己独自的独特的上层利益 他所形成的政府集团 上层集团就会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体系 他就无法再继续长远的代表下层民众 所以由此形成一个悖论 多数人主张自己保护自己 人类历史文明和人类社会从来无法实行 多数人主张明君保护自己的利益 而明君又一定退化成另外一个利益集团 这个难题 几千年文明史迄今得不到任何解决 这就是墨家当年主张独裁的原因 请记住我再说一遍 墨家代表的是下层民众的声音 这跟古希腊代表工商业者发言 是代表中上阶层的声音完全不同 因此墨家就会提出 跟古希腊雅典工商业文明体制 完全相反的专制体制 这又是一个矛盾 一方面主张工商业自由 一方面主张上同专制 墨家所代表的群体是社会底层 却不得不需要民主为自己的利益伸张 这与古希腊文明完全相反 因而呈现出重重矛盾 除此之外 墨家学说还有什么样的内部矛盾呢 请继续听讲 好 我们再看 墨家既主张非公 他主张反对战争 大家知道工商业文明是很怕天下大乱 他们虽然激烈竞争 但他并不希望发生战争 尽管到资本主义大规模发展的时候 他们以殖民的方式抢掠资源 但他们认为 这是他们的一个恰当的殖民活动 大家注意殖民这个词 把我本族人放到另外的地方去繁殖 去发展叫殖民 所以他们不认为它是一个战争行为 他认为是它的一个文明博散 和获取资源以及市场的行为 尽管在近代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规模发展 带来巨大的战争 人类文明的发展的方式 不断是以战争烈度提高的方式进行 但是就工商业文明早期发育的时候 它需要的是一个无战的 非战的体系 所以莫子提出非工 反对战争 因为当年农业文明各国 封建各国 他们互相是不断打仗 这对工商业文明非常不利 但是莫家不断地参与战争 由于莫家是手工商业者 工程器械的发明和制造 能力最强的恰恰是莫家 大家知道像鲁班叫公书班 木江他就是莫子的弟子 那么因此当年各国参加战争 所要借助的一个重大力量 就是莫家 因为只有莫家能制造 复杂的工程器械 那么莫家在中国由于代表 最下层利益说话 因此莫家出现了一个难题 他们自己社会地位卑微 无论是他们的发言人 还是他们的阶级存在 都是强烈受到亚裔不被承认的 因此他们要在当时 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中 寻求一个张扬自己 显示自己力量的平台 什么平台 战争 所以他一方面主张非公 反对战争 一方面积极参与战争 以彰显自身的实力和能力 由此造成又一个重大矛盾 大家知道 淮南子书中形容莫家 用八个字我前面提到过 叫赴汤道任 死不悬中 他的整个学团参加战争 赴汤蹈火 死都不会转个脚后跟逃跑 他曾经有一个政团 他的首领叫孟胜 我前面讲过 吴奇在楚国变法 是被七十二家贵族最后反扑 把吴奇射杀的 那么楚道王的儿子楚肃王继位以后 就把这七十二家贵族全部斩绝 其中有一家贵族 他被楚王抓走以前 把他的城池委托给墨家的一个政团 这个首领巨子叫孟胜 他带领一百八十个墨家弟子 居然为阳城军守城 楚国军队攻城 一百八十人启示对手 他们居然全部战死 绝不投降 所以墨家的战争能力 和他的战争组织群团的严肃性 被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以至于后来秦国 楚国 在进行战争的时候 诸多国家都借用墨家群团的力量 参与战争 因此墨家在战国时代 是重要的一支战争力量 尽管他的学说主张 非公反对战争 道理我刚才讲过 下层学说和下层阶级 要找一个展现自身实力能力的平台 这又造成一种矛盾 第四 我们会看到 墨家学说后来成为中国逻辑论学派的奠基者 我说古希腊文明缔造了什么 缔造了哲科思维 请注意 墨家既然代表工商业说话 他在思维模式上也就有古希腊的余韵 我们后面专门谈 因此他会出现逻辑论 出现科学观 但是大家知道古希腊的逻辑论 哲科观 他是务虚的 他是不务实的 他认为凡是能用的东西 都是匠人的东西 他们只是在思想上 在学问上 在终极追问上 无穷的发展 从而形成极为巨大的 深层人类智能储备调动 可是墨家 他一方面有逻辑论 一方面有哲科思维的萌芽 但他另一方面关心事物 有设计关怀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 把自己的政治活动叫江山设计 设指土地神的祭祀 积指白骨之王 土地和粮食叫设计 它实际上是中国农业政治的体现 而你会发现墨家 对中国社会人伦问题极为关注 而且深陷其中 愿以实物操作 这一点跟孔家学说很像 跟古希腊的那种存物虚的文化穷象 又发生贝离 所以他说一段话 他说凡入国 物则物而从事业 他说你要进入任何一个国家 你要根据它的实际状况 而做出决定 他说国家混乱 则与之上贤上同 他说如果国家很混乱 你就要主张上贤 立有哲学王 然后大家都受他独裁 他说国家贫 则与之结用结葬 他说如果国家贫穷 就要讲结用结葬结减 大家知道资本家是最结减的 因为他得不断地扩大再生产 那么他接着讲 国家喜因战免 则与之飞跃飞命 他说如果国家整天 鱼乐到死 那么咱们就讲这个 飞跃飞命 他说国家阴脾无礼 则与之尊天是鬼 他说国家如果没有理智 乱七八糟的东西忽来 那么就要讲鬼神 就要讲尊从上帝 他说国家物夺亲灵 则与之间爱非公 你会发现 他讨论问题的时候 却是落实在 食物领域理想问题的 这又跟古希腊学者 古希腊哲人 很少讨论实际问题 而只做物虚的精神追问 这个行为方式背离 所以墨家学说是典型的环地中海工商业文明思想体系的展现 但由于它发生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强大压抑之下 于是它又会发生种种矛盾和离乱 这就是读懂墨家学说非常困难之所在 很多人读墨家觉得它跟儒家很像 那是表层 它骨子里又反如 那是深层 它的离乱表达的是 农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 在东亚大地上的不兼容性 这是墨家难读的 要理解它 要打开它的钥匙所在 经过刚才的讲述 我们可以发现 墨家学说表面呈现出多样矛盾状态 表面尽如 骨子反如 专制主张又为法家所用 主张非公 却是当时一支强大的战争力量 有逻辑论 却又深陷实物之中 这些都是因为 墨家学说代表的是工商业文明思想体系的展现 却压抑在中国农业文明之下 而发生种种矛盾和离乱 接下去 让我们跟随先生继续了解墨家 及其他柱子学说